嗨,大家好,我是胡小勺 昨天给大家讲了一款台湾版的娃娃3 这个后片相对比较简单 今天我们来学习前片 我的胸围是82 然后胸量加了18 那么胸围量达到了100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一般属于宽松款就不打胸审的 但是小勺第一次宽松款打了胸审 我是怎么样处理的 怎么样进行转审的 今天跟着小勺一起去学习吧 接着我们打前片 打好的后片放到底下 我这个已经换好门阔了 就不要把这个放在底下了 直接给大家打 按照后片我们打好前中心线 同样的上平线我们向上一厘米 虽然是宽松型的 但是这一次我打胸审 下摆线向下一厘米 圆形领宽6.8 从这向后量15厘米 先斜打15比5.5 连接这两个点 连接这两个点画一条斜线 连同样和后片一样 开宽7厘米 连深呢 打16厘米 然后这个是有门队的 门队宽宽度8厘米 那么我们平行向外4厘米 从前中心线平行向外4厘米 打好门队宽宽度8厘米 这个不要画的很糊 咱们画顺前领弧线 画的稍微浅一点 按照后片我们打好前胸围线 这个彻缝线呢 怎么也垂直向下 并且我们还向上一点啊 这个我是要做胸绳的 一般宽松型啊 很少有人去做胸绳 那么这个胸绳我们应该怎么样定呢 是按照我们这个袖拢身呢 还是按照原来的去定这个BP点呢 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 从上平线向下24.5 像你以前的话我们是8.5啊 现在我们打一个9 因为那个胸宽比较宽 24.59啊 我们找到这个BP点 然后BP点我们垂直到这个彻缝线这里啊 然后向上 找到整个省的宽度 省打多大呢 打3厘米啊 甚至可以打到3.5 这个就是省 二分之间宽减一个0.5 打19啊 这个就是间低点啊 从间低点向下 15厘米 咱们做一个再次的下落 这次我们做一个10厘米啊 前片比后片落的还要狠一些 然后从间低点向下啊 连接这两个点一直向下 画一条直线 长度呢就是和后片是一样啊 锈纸的长度52厘米 52厘米的锈长啊 然后垂直找到啊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啊 前面的锈口我们打的小一点 打到18厘米啊 然后从这个领卧点向下撤量一个9厘米啊 找到这个点 底下同样还是进来一个4.5 咱们连一条线啊 平均分为三个等分 这个插阶绣的弧线啊 咱们给它画顺 顺着这个啊 咱们来画顺这个绣弧线 咱们测量一下 整个的长度是27.5 那么这里我们再测量一下 这个绳有多少 绳差不多有1.5 1.6 那么啊 我们就把这个绳的这个量啊 要削掉 减掉一个1.5啊 那么就是26 我们要从这里画一条线过来的话 就是26 首先我们去打一下 定一下绣肥 平行啊 这个上面的线 咱们定一个绣肥 这个绣肥呢 咱们只打18啊 稍微打小一点 这个绣子很小啊 然后画一条平行线 平行在这里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点 像这条线上找到一个20 稍微少一点找到一个25.5 因为这里有一个弧线吧 咱们找到25.5的这个点啊 重新再画啊 一条弧线 然后咱们测量一下 看是不是26啊 是的啊 差不多是26厘米啊 袖子的这个绳 我们已经削掉了 是吧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前面啊 一身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片啊 一身这个地方的绳 我们要怎么样削掉 然后这个点和啊 这个绣口连接 向外啊 0.5 0.8都可以啊 绣口画顺啊 并且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类虎一点点 一定要注意啊 测量一下 这个袖子的这个线的长度 是不是和前面的一样的啊 包括这个啊 都是要一样的 咱们才能拼合 这个地方绣子 我们要画圆顺哦 好 接着我们打这个 下面的这一片啊 根据这个 后片啊 我们同样将这个 底板的这个画下来 底下这里啊 还有就是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绣片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衣片 衣片 衣片这里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审对不对 还有这个前面的 1.5的这个小审 这个审呢 我们啊 怎么样将它削掉呢 前面这里 向后 10厘米 找到这个点啊 然后通过这个 BP点 底下呢 向这个里面 测量一个 20厘米 这个点 然后我们画一条 分割线啊 这个分割线起到什么作用呢 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口袋 从这个啊 向上一个6厘米左右啊 这个口袋呢 14厘米 口袋啊 记得就是我们整个手掌的宽度 放一点点量 差不多14厘米 13 14厘米的样子 就是口袋啊 然后我们前片 我们还有一个挂面啊 挂面怎么打呢 一片的这个地方 测量一个3厘米 底下呢 一个10厘米啊 10厘米 我们打一个挂面啊 好 整个前片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到最后 一片的时候啊 这个笋 我们要给它合并的啊 一片的这个笋 合并到这个分割线里面 这个是挂面啊 然后这个一片的这个挂面 这个地方 怎么还要进行一些处理的 这个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小勺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与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